亲爱的粉丝们大家好 这里是西安古城收据恢复中心 今天我们接到一个外地发过来的一个二开的盘 大家看见啊 这个已经被人开过了 去客户的描述是说找的是当地的一家电脑维修店 然后开盘的 说实在的啊 咱们现在主要的业务基本上都是同行做电脑维修的 同行啊 给我们寄过来的盘 还有就是全国各地的粉丝和客户 这种应用盘坏了之后 一定要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进行处理 而不是说找什么电脑维修店啊 一般的情况下 他们是无法处理应用盘的数据恢复的啊 这里废话就不多说了 现在我们就是开盘看一下 里面的一个情况 这个盘是细节 点一二的老款盘啊 台式机的 大家看到这么厚 然后我们现在来打开盘子 哇 太漂亮了啊 呃 客户说找同房 找那个手机维修店啊 然后手机维修店用什么抹布在上面擦了一下 呃 这盘片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啊 数据能不能出来 这个不好说了啊 所以有重要的数据啊 大家一定要谨慎 这个盘一旦损坏 它是没有任何的回头漏的 不像电脑手机维修啊 哎 这个人焊接不好 可以找另外一个高手在焊接焊接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硬盘一旦损坏了啊 它就是损坏了 恢复不了原来的模样啊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个盘片给它拆下来啊 进行清洗观察 看还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性啊 看还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性 首先这个刺头在这个盘片内 那我们现在想办法要给它移出来啊 我们突然发现啊 它这个盘装的都有问题啊 这个瓷头 应该不是这个盘里面的瓷头啊 是一个别的瓷头 好 好 瓷头我们已经给拆下来了啊 拆下来了 我们现在接下来看盘片 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盘片啊 给它拆下来 观察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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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盘啊 已经看上去惨不忍睹 好 这个人连这几本的拆盘之后 装的装不回去了 这个东西不是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直接把这个盘弄得很糟糕很糟糕 这里面还有各种脏东西 大家看见啊 这里面是不允许任何的灰尘的 发现了这么大一个东西 那现在基本上我们盘片已经拆下了 我们已经也观察了 这个盘数据恢复 说实在的希望并不是很大 但是请大家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会 接近全力 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个数据看能不能给它恢复出来 大家期待我们处理后的结果 本次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